健康有方 音乐有料 故事有梗 主持有情 欢迎准时赴约 医师的音乐处方 心灵麦克风 我有个好朋友 她的母亲94岁 其实这个母亲 她有很多的慢性病 因为之前都在 医学中心看诊 那所以也没带来 让我们调理身体 但是前一阵子呢 她跟我讲说 我能不能带妈妈 去你那边调理身体呢 那我说当然欢迎 但是当她带妈妈来的时候 我有一点吓到了 因为妈妈那时候 真的看起来情况 很不好 她没办法自己走路 她也没办法 这个自己站立 甚至她要从轮椅 到床上 都是要有人去把她 位移扶过去的 那她本来认识我 但是呢 来我诊所的时候 她居然连我的名字 都没有力气喊出来 我本来跟我这个朋友 讲说 妈妈这么严重 其实应该要到医院 而不是来我的诊所 那这样我压力蛮大的 她说她一直都有 在医院看诊 那她需要 我们来帮她 调理身体 那我想我也就 勉为其难 来帮这个94岁的母亲 调理她的身体 还好 她来了 大概三个礼拜以后 妈妈居然可以 自己站立 从轮椅上站起来 而且可以走进我的诊所 还很高兴地 跟旁边帮她摄影的 这个媳妇 挥挥手 然后自己走到房间 躺下来 那因此她把这一段影片 也po到她的脸书上 那我看到以后 非常感动 因为我想 我们常常 很希望能够 为患者做一些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因为已经吃 很多的药物 然后已经有一些 熟悉的医师 帮她照顾身体 有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觉得 这样已经足够 但是药物 毕竟是药物 它是一个 去治疗身体疾病的 一个东西 一个处方 但是要把身体 体能跟健康带回来 可能还是要从 营养方面去着手 那很高兴的 这个94岁的太太呢 除了后来 她的这个行动 比较自如以外 据说她的胃口 也比较好 睡得也比较好 而且她已经有两年 溃烂的皮肤 也恢复正常 我们完全没有给她药 但是呢 其实因为身体 她的健康 有的时候需要的是 一些营养的物质 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慢性病的病人 她吃了这些药物以后 肝肾 比较会有一些负担 那有的时候 她营养方面 还是需要去调理 有的时候 适时的调理以后呢 她的整体的健康 就会比较改善 而且精神体力 心情的喜悦度 也都会比较好 看到他们儿女的 这个喜悦 我们也替她高兴 欢迎收听 医师的音乐处方 今天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兴 要讲三个非常 因为呢 今天我邀请了一位 我自己觉得她是 心目中的音乐大师 那这位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 这个优雅的女士呢 她是 乙智云老师 然后我先简单的介绍 然后再请她跟大家 打个招呼 乙老师呢 她是我 大概四五年前认识的 一个钢琴老师 我那时候 遇到一个 在师大 音乐系的硕士的 一个琴师 那我想要跟她学习钢琴 结果她就跟我讲说 我帮你介绍一个 更厉害的 这是我的老师 那我想说 她的老师 那应该很厉害 那好啊 我去跟你老师学 那 结果她就介绍 这位乙老师给我 那这乙老师呢 我一见到面 她怎么那么年轻 有一张娃娃脸 那但是呢 她经历非常的丰富 她其实在台湾各大饭店 都有演奏过 那而且她也跟知名的乐手 包括黄霄虎啦 杨烈啦 谢宇威等 都有做过一些 现场的音乐的合作 那当然她平时 也都有在一些音乐工作室 教学 甚至在一些乐器行 去教一些乐师 所以她其实 她的音乐是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在我心目中 那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我还是认为 她是这个音乐大师 我们来介绍 我们的 乙智云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能够来上 李医师的这个 医师的音乐处方 这个节目 是 欢迎乙老师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 乙老师是我 一开始想要找 这个 共同主持人 里面的 first choice 第一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第一本身我是男士 那所以我们希望 找一位女士 而且这位女士呢 她其实要 非常有音乐性 而且她呢 要非常优雅 才跟我们这节目 会比较match 比较合适一点 那所以我心目中就想到了 不二人选 其实是我们的 医老师 好荣幸哦 医老师你知道吗 其实我可能没有跟你讲过 那当然我也没有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过 其实我今天 会有这么多的作品 或是我的作品 我想就是说 可以越来越进步呢 在我心目中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 这个一位呢 可能就是 医老师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觉得我可能隐隐约约知道 真的哦 对 我有跟你透露过这个心声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李医师有先分享 之前你的一些作品给我听 然后后来你 常常就会忽然有灵感啊 然后会写一些melody啊 一些创作 而且就是 很迅速就可以填上歌词 然后立刻的就会把 你的灵感 还有你创作的旋律 就哼哼唱唱 然后传给我听听看 然后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 慢慢慢慢的 我有感觉到说 哇 李医师的歌 越来越厉害了 就是整个的 曲子的流畅度啊 然后还有就是 越来越会 感觉到就是会被打动 这样子 谢谢 这个过程我都有参与哦 哇 谢谢 其实哦 因为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说明 其实我每次 写好一首曲子以后呢 我第一个 想要分享的人 其实就是 李老师 因为毕竟我身边 我觉得音乐性比较强的 就是他比较了解我 或者是他对音乐 比较有一定的素养的人 当然 郑敬一先生是其中一个 但是呢 李老师 比较好亲近 因为一歌毕竟还是比较 这个 比较严肃一点 那 Anyway 李老师呢 他其实 常常不厌其烦 就是 我问他 哎 这首歌 李老师帮我听听看 好不好听 或者是我写好了以后 他就可以帮我 这个 伴 伴奏出来 我就会知道说 嗯 这首曲子 是不是真的 能够第一印象 让我自己也觉得 好听 因为毕竟我写出来以后 还需要 还需要有验证嘛 还有 有朋友帮我这个 验证一下 那李老师就是 我第一个找的人 嗯 对 就是 再加上编曲以后 有时候会赋予这个曲子 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 可能在这样子的 一个 就是 过程当中 李师就可以抓得住 说 哎 这个曲子是不是 你想要 呃 就是传达给 大家的感觉 然后这个曲子 是不是 你 你心目中的 那个样子 有时候只是光横旋律 可能还感觉不出来 这样子 对 而且其实 一开始老师讲 我是先去跟 伊老师 拜师学艺 然后去学钢琴 对呀 曾经是 我的学生呢 是是是 因为呢 呃 就想说 我虽然会弹一点吉他 但是我很想要 学学琴 然后我想说 哎 我这把年纪的 这个手指 不晓得会不会 听得了我的 这个使唤 能不能 真的可以学会弹琴 那我想就 后来就找到 伊老师 果然经过他的指点呢 其实我现在在家里呢 有的时候可以 呃 比较简单的 为我自己的歌 做一些伴奏 对呀 我们李师不只会唱歌 还会自弹自唱 哪里哪里 但是我身边 只要有 伊老师在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敢谈啊 因为 我的是南登大雅之堂 那伊老师的呢 除了我刚刚讲 可以教学生以外 他还在各大饭店 而且跟 很多的这些 明星啊 这个 合作过 所以他的这个 呃 情意是 呃 无庸置疑的 没有 谢谢李医师 夸奖 那里 那今天找 伊老师来 哦 因为他今天是第一次 哦 上我们节目 哦 那他 自己可能以这个 这个 呃 嘉宾自诩 然后我想 其实 你是我的共同主持人 所以你应该多说一点 那其实呢 呃 今天 当然 呃 我想 我想要让各位听众 呃 一饱耳福 哦 因为 伊老师 他呃 除了情谈的好 其实他对 呃 一些 各种 音乐的这些 呃 学理方面 哦 他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 呃 要教学嘛 所以他 呃 各种 无论是 哎 你平常都教些什么 你讲一下好了 平常啊 就是 呃 我平常教 应该是除了古典之外 我都教 所以包括 呃 比较美式的爵士 钢琴 对 然后 拉丁形态的一些 呃 弹奏风格 像是 倫巴 呃 恰恰 你能不能一边讲一边 弹一些什么叫 伦巴 什么叫 什么叫 恰恰 好 那 那一般来说就是 像伦巴的感觉 可能会有一点像 哎 大家听过的像 叶来香 像这种感觉 比如说 它是一个舞曲子啊 满满满满 很轻快的 对它是源自于古巴的舞曲 那比如说像是 呃 拉丁节奏啊 像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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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节奏就有点想要 起来动一动 对 那我希望你有一天 李医师写的曲子 能够有这种曲风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 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是是是我写过不同的这个曲风节奏 但是好像真的还没有写过Tango 对可以试试看Tango 那像李医师的作品里面有 Bossanova这样的风格 那这也是源自于 呃 南美洲的巴西 是 那巴西 呃 就是因为Bossanova这个节奏 是结合了巴西当地的senba 然后跟 呃 跟改良的爵士乐 所以它算是一种改良的一种 爵士拉丁节奏 那 呃 Bossanova给人家感觉是慵懒的 所以它的节奏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这个音乐蛮适合 在晚上launch和一杯小酒 对 现在就很想来杯 来杯红酒 是是是 我们来杯Cappuccino也可以 下次你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会准备好 对 那 这个作品 这种Bossanova的风格 其实现在在台湾 有很多音乐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 音乐形态的创作 那李医师的专辑里面 我记得就有一两首是Bossanova的 对 是 我最亲爱的母亲 对对对 那还有 着迷啦 你学习的学生 除了我以外 有没有这个比较年长的人 比较年长的 目前可能 不要说我年纪最大 有有有有有 有一两位 有有有 不会文李医师 还是算是很年轻的 对 所以就说成年人要学也不会太晚 对吗 还是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啊 永远都不会晚 对 只要有一个就是对音乐的喜爱 然后跟持续的练习 这样子 是啊 还有找对好老师 当然咯 一定要找对好的老师 老师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练习的方法跟捷径这样 所以老师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像一般如果说去跟你学的学生你大概认为说他多久 就可以大概自己可以弹一首歌呢 这个就不一定要看学生本身的练习的 有没有就是好好的练习 然后当然就是说也要看你这个曲子的表现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也可以把一首歌弹的 可能说很简单你就可以交差 那你也可以把它编得很丰富 所以完全要看编曲的难以来决定 所以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耶 但是如果要很快的可以双手能够弹奏 然后为自己伴奏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是做得到的 真的哦 对不难 是是是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喜爱音乐哦 那当然其实不要想说啊 你已经年长了就可能学不来哦 其实never say never 永远都不要认为说不可能哦 那其实只要刚刚讲你喜爱这个事情 你想去做那你就去做 其实呃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呃 这个喜悦了哦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弹得很好 很很喜悦有的时候你慢慢学会了这个一两句哦 这个几个小节你就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 对啊而且学习音乐也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平静啊 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你可以享受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 其实我觉得学习音乐真的很棒 而且还包括一些比较呃 比如说有些乐理啊稍微复杂一点点你在思考的过程中还可以锻炼你的脑力 呃我常跟学生讲说其实有些比较艰深的比如说比较呃像从美国过来的爵士乐 因为他的乐理有时候比较难那你要运算一些和声或者是吊士 很多学生说哦比数学好像数学一样好复杂的他就像个公式一样 那我们都说学习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然后学习音乐的呃成年人不会得老人痴呆症这样子 真的因为其实在呃学习音乐的时候除了你这个你如果说弹琴好了啦 哦当然你的手或脚都会一起定用哦那当然这些音乐对你的脑的一个呃刺激哦 这也是让你比较呃可以可以刚讲的减缓啊延缓或者是减少这个失智症的产生啊 哦对那我们要不要来呃实际来呃合作一首歌 其实哦跟各位讲姨老师因为很忙平常都在教教学哦 哦那其实他刚刚到现场然后呢我们也没有rehearsal过没有去预演过 对啊我都想说哎我就这样来了我今天到底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我跟他讲说其实你就来然后呢不用特别准备 其实我们呃听众朋友大家都喜欢自然的嘛 嗯就是我们大家很自然的去呃做我们呃能做的事情 然后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哦那其实这个时间啊 哦那其实这个时间你想想看呃星期日的五点到六点哦那这个时候有的人正在开车哦那开车有的时候塞车啊那你会心情有点郁闷啊或是有点啊这个耐不住性子那但是哎听听我们好听的音乐啊也许会不错 那呃这个家庭主妇如果现在是在呃做饭啊那也许你一边在做饭菜给亲爱的家人跟自己的时候那听听音乐陶陶陶陶陶以下心情也不错对吗 对好对其实音乐真的是点缀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 有时候都会觉得哇自己好幸福哦就是有音乐的陪伴 然后也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呃渲染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有个问题但是我嗯这个问题留在下一集啊啊呃呃呃尼老师在来的时候我们才来跟大家探讨 我今天就 其实依老师有一些故事 然后我们 这些故事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但是呢 好好奇 这什么什么故事 对啊 就是要卖个关子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绍 介绍一首歌 这首歌呢 就是刚好今天早上呢 有一个朋友 他来探访我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没有好好学英文 那他父亲是英文老师 但是他很遗憾 就是说 他在学校的老师 跟他讲 你爸爸就在教英文的 所以我教不了你了 你回去 你爸爸教你就好了 结果回到家呢 爸爸 这个要教他的时候 可能因为 平常这个女儿比较教重 所以好像又不好 这个没有很顺利 可以把他这个教好 所以他就停留在一个 很初阶的阶段 所以他跟我讲说 很遗憾 他现在开始 他想要这个学英文 那他就问我说 有什么方法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要学英文 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英文歌 尤其是英文的老歌 那他就说 能不能推荐他 那我就推荐他几首歌 那第一首歌 我推荐给他的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你有没有听过 有有有 对 这个曲子 应该是在 哇 1963年 对我还没出生呢 我也还没出生 真的吗 好 我听说这首歌呢 我的大姐 她年轻的时候 第一首学的 就是这首歌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orld 对 这个曲子的 就是它的形态 是一种 slow rock的形态 对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一个 三连音的 slow rock的音乐风格 其实就是会 让我们听起来 会觉得心灵 是很舒适的 就是让你觉得是很平缓的 而且这种音乐风格 在50年代之后 其实是很流行的 在美国是很流行的 是 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中文翻成世界末日 那它是由美国的一个 著名的女乡村歌手 叫做Sketer Davis 她在1963年演唱的 据说她的成名曲是这一首 但是唯一 就比较让人家记得的 对 是唯一的成名曲 是 对 然后这首歌呢 有很多人翻唱过 包括Carpenters 那或者是 苏珊大妈 或者是 藤田惠美 或者是香港的陈百强 都唱过 翻唱过这首歌 那我自己其实 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学会这首歌 那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 因为它的歌词 其实又很有意思 而且又不难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歌词 这个 我们要不要先唱了 那我们待会儿 再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好啊 好啊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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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说 姨老师抓得住我 因为姨老师 常常可以 办得出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呢 它的 我念几句 这个歌词给大家听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太阳为何依然照耀?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海浪为何持续地拍打着 延安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这已经是世界末日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因为你已经不再爱我了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 一个心爱的人离他而去 所以他觉得 这个爱人离他而去呢 就等于是世界末日 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心情写出来 对啊 觉得歌词看了 就觉得好感伤哦 因为他这么的悲伤 可是他觉得这个世界 怎么还是一样的 就是继续 继续往前走 地球还是一样在走 对对对 但是他的感觉 对他来讲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对啊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刚刚讲了 这个地球依旧在转动 人家讲说 世界的事情持续在发生 但是呢 你也可以 呃 成 这个一直沉痛 一直在你的这个阴霾里面生活着 但是 其实你也可以转个念 其实快乐就在左右 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爱人离你而去 其实身边还有一些 亲友 他们永远都在你身边 支持着你 安慰你 陪伴你 对 只要转 转一下你的想法 对对对 完全世界就不一样了 是 在这个时候 其实音乐 常常是可以陪伴着一个人 他忧伤的时候 陪他度过 甚至可以帮他疗愈 对不对 对 音乐真的 就是最棒的一个心灵处方签 真的 那仪老师 你自己 比较悲伤的时候 你会想要 想到哪一首音乐 哪一首歌 我比较悲伤的时候 我想想看 通常 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不一定要悲伤 你如果心情不好 你会想到哪一首歌 心情快乐 你又想到哪一首歌 心情比较悲伤的时候 我想到一首曲子叫Alton Leaves 这是枯叶 哇 这首歌是非常经典 对 因为这个曲子的旋律啊 还有它的歌词 其实就是有一种很沧桑 然后好像在等待着 什么样你期望的事情 赶快归来 然后希望你就是 这些阴霾可以离去 但是偏偏又觉得 怎么事情都没有得到改变 我依旧在等待 那我觉得这首曲子 就会很符合 我悲伤时候的心情 可以来一段吗 可以啊 可以啊 Alton Leaves Alton Leaves 对 秋天的落叶 对 秋天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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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秋天的落叶 对 秋天的落叶 的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首歌呢 它原版应该是法国的 对 它是法国曲子 它后来好像翻版过 很多很多人翻唱 对 太多版本 甚至也有这种比较Jazz的版本 像这样子 这种感觉 相对没有那么的悲伤 对 我觉得这个曲子 还是要原本的这个版本的感觉 像 比较能够跟它原本的歌词相呼应 对 其实你看各位听众朋友 一首歌 即便它歌词 它的旋律 是一个固定的了 但是它只要编曲 不同 它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力 或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的灵魂跑出来 对 编曲也是很重要的 是 它赋予曲子新的生命 新的感受 所以以后我们 在欣赏一首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很希望 各位不是只听那首歌 其实还要看看 这首歌谁主唱 那它的作词作曲是谁 那因为其实词曲 本来就是这首歌的 等于是它的灵魂 它的骨干 那当然编曲如果能够知道 那当然是最好 因为它等于是 帮这首歌 它画龙点睛 包装得更美 对 编曲就是这样这个 房子做了装潢的意思 是是是 那我们刚这个 分享了一首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那很建议大家 如果要学英文的话 可以先从这一首 来试试看 因为这首歌它的 意境很美 然后歌词又不会很困难 那我们可以从这首开始 对啊 其实刚刚李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巧哦 我之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在潜能美语 就是补习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 挑这首曲子让我们练习唱 对对对 那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在另外分享第二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是1982年5月呢 有一个美国乡村歌手叫 叫做Willie Nelson 他翻唱了一首歌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藏在我心中 其实他不是原唱啊 他前面还有一些人唱过 比较知名的就是我们的猫王 对 Alvis Presley 不过猫王也不是原唱的 他也不是原唱的 对 那anyway就是说 其实我蛮喜欢猫王的版本 尤其他加上这个 如果大家可以去这个YouTube平台上去看的话 这首歌由猫王唱的话 他还会把他昔日的一些照片 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 然后到他结婚生小孩 那他的这个生活的记录 都把他有po出来 所以呢就是蛮喜欢这个版本的 那但是最出名的可能还是这个Willie Nelson的版本 那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 Always on my mind 好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If I may you feel second best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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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I'll keep you satisfied I'll keep you satisfied I'll keep you satisfied There wer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哇 姨老师的伴奏越来越棒了 你好 李师的歌声也是越来越好听 我都听得很陶醉耶 我都忘了我再伴奏了 来 来 我想这首歌 歌词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首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那叫藏在我心中 其实我试着在网站上面找他的中音对照的歌词 但是大部分的歌词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match 没有办法把这个作词者他的意思真正表达出来 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自己去翻译 那如果想要这首歌的翻译的朋友们 可以来电正声广播电台来跟他们索取 我会交给这个承办人员 他们来转交给你们 那我自己做的翻译是这样子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或许我没有尽心尽力的去爱你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或许我应该要对你更好一点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如果我让你觉得你不是我最爱的女孩 很抱歉 我应该是瞎了眼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你一直都在我的心中 A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也许我没有在那些你感到孤寂的时候拥抱着你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我猜我应该没有告诉过你 我有多么高兴你是属于我的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许多该说的该做的小事情 但是我却没有把握住当下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你藏在我心中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And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I will keep you satisfied 请告诉我 告诉我你对我的深情尚未消失 请给我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你满意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这首非常深情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藏在我心中 如果你想要对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爱慕的人 表达你的深情 你对他的爱意 那你可以试着 选用这首歌播放给他听 甚至唱给他听 我刚听李医师朗诵的这个歌词 突然觉得这个节目应该要放在深夜睡前的时候 是是是 对啊 就觉得这个 在搭配的这个李医师的这个声音 然后听这样有情境有意境的 很美丽的一个文字 嗯 然后也是一种 所以睡 就是睡觉之前的一个 嗯 放松 舒压 对啊对啊 疗愈的 其实我有想过啊 我到底要用怎样的声线 怎样的音色来跟听众朋友 呃 这个陪伴你这个小时 虽然这个时候是下午的五点到六点 但是因为这个节目呢 他会被呃 这个他的音档会被呃 复制然后就是放在呃 真声广播电台的网站上面 其实你随时可以听 那我也觉得你如果没有可以 及时听到这个节目的话 你也可以选在晚上的收听 哇那 那这样子就可以倒杯红酒 然后呢 就是呃 上床之后呢 点开 嗯嗯 医师的音乐处方圈 然后用李医师的声音 陪伴着进入梦乡 是 其实呢呃 呃 日出而坐 嗯 日落而息啊 那所以其实我也有想过说 诶 下午五六点这段时间 我如果用呃 呃 这样比较呃温柔 或者是轻声细语 这样来跟听众朋友 呃 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会不会呃 不适当 但是其实我刚刚讲了 因为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嗯 呃 真正的生理时钟 当然在天黑了 其实你就要放下 放缓你的脚步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你就会呃 呃 呃 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 其实我现在可以帮你slow down 哦 让你慢慢的这个舒缓下来 那晚上就比较好睡一点 对 我这样子今天来呃 呃 上这个节目都已经感觉到 这个身上的压力都释放了 真的啊 你一开始还本来很压 很有压力的 对不对 你说你还没有跟我这个彩排过 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我知道你很 当然那一定会很有压力的 我想说我第一次上广播节目 那我到底要说些什么 你是居然说 不用彩排 很自然的聊天就行了 对 因为其实哦 我们去硬背一些东西 或是预先去想好一些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 反而会觉得比较刻意 或者不是那么自然 嗯 那我觉得其实 唯有很自然的 才可以把我们的情感表达出来 而且那种感觉比较不会做作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嗯 而且尹老师的声音 其实也是非常的柔美 啊 甜美 啊 谢谢 啊 这个啊 各位听众其实 现在是听到 啊 这个声音档 当然我们也会将这个 影像档啊 啊 po在这个网路上啊 YouTube上面 之后你也可以看看 我们尹老师 其实是这个助言有数啊 非常青春美丽 而且非常有才华 就是 虽然他的年龄啊 因讲大师有点 呃 这个好像不太 28 是是是 28 但是在我心目中 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呃 音乐非常有素养啊 而且非常 情义非常的精湛的一个呃 呃 这个女生 好 谢谢黎师的夸奖 是 很开心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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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有印象的一首曲子 就是李医师写的摇篮曲 为什么 嗯 就觉得很朗朗上口 而且 记得那时候 听着你的音档的时候 也是在 深夜吧 有 有时候 有时候 你你缠给我的档案 因为白天比较忙 那有时候我就会留 就是可能 哦 回到家 可能就洗了个澡之后啊 是 很放松之后 再开始来听听看说 哎 李医师今天的创作是怎么样 那我可能会比较能够沉浸下来 然后听听看这个曲子的感觉 很快的帮你呃 就是编好伴奏 这样子 对 那这个摇篮曲 不晓得就是觉得说 哎 我好像听一次我就熟了 是 对 呃 呃 这个 这首歌它的节奏音乐性是什么 它的节奏是非常修情的 华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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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拍的一个曲式 就是听了一次之后 就跟着很 不知觉的很唱起来 嗯 所以呃 这个曲子 我可能是 从李医师那时候 创作出来到现在 我可能从头到尾 一个音都没有忘的一首曲子吧 我觉得 嗯 感谢感谢 对 其实这首歌呢 我也是非常喜欢 嗯 那我们好朋友郑敬毅先生 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嗯 那这首歌呃 里面是非常正能量啦 就描写一些啊 大自然的美好啦 描写我们的亲爱的宝宝啦 摇篮曲 对 我不晓得各位听众 你的这个印象中啊 能不能想出一首啊 摇篮曲啊 因为摇篮曲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哄小孩啦 啊 啊 这个需要用到啦 甚至有的时候 呃 我有个朋友他六十几岁 他跟我讲说 欸你的摇篮曲不是只有 适合小孩子 啊 我自己呢 在办公室 在晨跑的时候 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都听啊 那在家也听睡前 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那呃 也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 他的母亲有长期失眠 听了以后 他说听两遍以后睡着了 他他觉得哎 蛮神奇的 但是当然我们只是呃 把一些朋友的这些呃 反馈跟大家分享啊 当然不是说真的 听了以后就马上睡着 他这样开车的时候 也危险 开车不能听哦 开玩笑 呃 呃其实呃柔美的歌曲 看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听啊 你如果要睡觉前 啊听的话 就当然用一个放松的心情去听 那你如果是白天还没有 还在工作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很轻松啊 纯欣赏音乐的这个心态去听啊 为了不要让大家睡着 所以呢 所以呢我只先唱一小段就好了 捏悟啊要 快睡觉 宝宝已经困了 窗外的小猫不要喵喵 别吵醒我的宝宝 摇啊摇快睡觉 明天起得早 太阳公公会对你微笑 清风会把你拥抱 找路给小草洗澡澡 一天就开始了 花香在风中飘呀飘 世界多美好 鸭鸭在水里洗澡澡 归途在草原赛跑 鸟儿在树上指指教 新的一天来到 健康补给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对免疫有帮助的食物 因为很多 所以我把它分几部分 那今天我们来讲 第一部分 Part 1 那排名不分先后 我先讲的是 菇类 Mushroom 那这里当然包括一些 香菇啦蘑菇啦 金针菇这些 那我们可以进食的 这些菇类呢 叫做食用菌 那它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成分 包括蛋白质啦 纤维啦 还有维生素 B群 那还有一些矿物质 尤其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矿物质 叫做锡 或者叫selenium 也有人念骰 不过它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剂 对免疫是特别有帮助 那此外呢 这个菇类 它是很少数的 非动物的食物里面 它是含有维生素D的 一般我们的维生素D的来源 就是一些动物性的食物 包括肉类啦 蛋啦奶啦 这些东西 那蛋白质 纤维B群 维生素D 这些当然都是 支持免疫系统 让它比较优化的 甚至是对身体 整体的优化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当然也会 对细胞的修复 有帮助 那蘑菇它的细胞壁呢 有一种特别的物质 叫做Beta 蒲聚糖 叫做Beta-Grucan 那这种东西呢 是被认为说 它参与了一些 免疫的反应 很重要 那因为它可能可以 这个跟身体一些 接受体结合以后呢 就可以让 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 包括素土细胞啦 包括巨氏细胞啦 四中性 白血球啦 这些东西呢 产生作用 那这些刚提到 这些细胞血球呢 都是免疫里面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元素 那此外呢 香菇里面 有一些多糖钛啦 多糖啦 或香菇多糖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调节 跟免疫 有相关的一些 细胞因子 还有干扰术 那尤其是日本 他们常常把 这个菇类的东西 拿来做一些 这个抗细胞的突变啦 或是 这个等于是 预防肿瘤啦 或是治疗肿瘤的 这个一些辅助的方法 那如果你买来的是 很新鲜的蘑菇 新鲜的菇类呢 其实有人建议说 在主食前可以把他们 放在窗台上 照一两个小时的阳光 让他们这个底部朝上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让 菇类的内里露出来 照阳光呢 这部分是他们最敏感的地方 那可能可以让他们更多的 维生素D的一个产生 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鸡汤 大家这个耳熟能详啦 妈妈啦 一些家庭主妇啦 老奶奶啦 最拿手的一些保健食疗的食物 那其实呢 有不少的科学研究 或者是一些经验上 认为说这些鸡汤呢 其实不是只是他们说说而已 不是这些妈妈啦老奶奶说说而已 事实上 他们在做一些研究上 或者是经验上 他们发现 这个喝了鸡汤呢 会对上呼吸道的疾病 有所改善 有所缓解 加速康复 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啦 维生素啦 矿物质啦 当然还有暖暖的这些水分 因为热的鸡汤 就是暖暖的这些水分 当然还有满满的爱心 所以鸡汤里面有暖暖的水分 还有满满的爱心 此外呢 鸡汤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叫做鸡胎 那这种鸡胎呢 它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 那抗氧化物的话 就当然可以保护细胞 不要受到伤害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常常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那或是这些病毒进来 都有可能会产生自由基 就会伤害我们 那这些抗氧化物呢 就是来保护我们身体的 那这些鸡汤 本身就已经很营养了 很有 对免疫有帮助了 但是呢 我们常常在鸡汤里面 还会加一些香菇啦 姜啦 蒜头啦 香菜啦 萝卜啦 洋葱蔬菜 那当然 煮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呢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 更周全的一些 这个对免疫有帮助的 汤医 哇 今天很高兴 以以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一起共同主持 我是李兆玲 我是乙智云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上节目 感谢中华身心优化协会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